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这游戏团演示明日方中 即上一期视频 解锁了这个障碍物之后 下一期的关卡依然是障碍物的一个摆放问题 现在从这边来看 这个怪物的两条路线可以进攻我们 第一个是从上访 第二个是从下访 两边都有空缺的位置 但是如果这时候我这么摆的话 只需要在入口的中间摆上一个重装 那就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了想 其实前期摆放重装的一个目的性不是特别强 但是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说现在也是摆了一个重装在上面 这个重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卡住这两条线 不让这个怪寄来 并且可以给我放的一个火力 一个集中的点 因为怪都堆在这的话 我放火力就可以完完全全的集中一个方向 就可以解决掉所有的人的 这时候我也是再一次放了一个禁卫 来做第二组枪 原因是因为它没办法去扛住太多的怪 因为重装的一个扛怪数量是有限的 有的怪会在超过这个数量之后 就会从它身上进过 所以说我也是不想出现这种情况 我也是直接将助装和这个禁卫摆在了一起 让它俩一起去抵抗 抵抗这个下场所有的这个怪 然后现在呢下方再放上一个禁卫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怪很难去插入我的两侧了 但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太大输出 所以说这个禁卫能活动时间纯粹是看运气了 现在也是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我的钱呢 其实也是非常足够的 这么一想的话 如果说禁卫和重装能扛住的话 那只能是放一个治疗兵 持续给它们加紧 这个时候呢 其实如果有辅助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但没有治疗给提供的效果啊 大 因为治疗呢会持续的回血啊 所以说还比较好用的 现在呢 我也是不太着急 等我的重装和禁卫啊 稍微再拖一遍 然后解锁了输出就好 我们先放手这个游戏呢 其实还是怕大家的输出 位的输出不足 然后以及你重装的一个坦度不够 如果说你前期冲啊 实在是没有抽出来重装 那你选择一个心理比较高的重装 先养一养 因为很多怪 像今天这种模式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比较稳妥的重装 很难去挺过 你就看我现在 我这个重装其实是没怎么掉血 原因是因为 我自身治疗师的一个回血家 他自身的一个坦度 所以说感觉 伤害或者是防御力非常的够 但是一旦 这种情况被打破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啊 其实重装的一个作用非常的大 现在呢 就是为什么我没给上方买 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禁卫 其实打上方的这些怪比较好打 因为他的自身攻击范围 我下方呢 由于这个禁卫把这个脚卡住了 所以说下方先把这个怪清掉 然后上方再考虑 现在呢 也是想了想 不知道该怎么去将他布置一下啊 也不要太着急啊 因为我现在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 我擒放这个角色啊 其实是一个AOE角色 所以说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表现会比传统的法师 要稍微好一些 因为这图的一个怪啊 他有一个集中几质 他会集中在一起啊 经常会出现这种爆团现象 所以说你拿一个AOE的怪呢 会导致自身的一个攻击范围变大 并且会保证周围有方的一个安全 因为只要给怪打死了 对了就不会掉血 AOE的一个角色呢 在一些图里其实是不太好用的 比如说打一些单个怪啊 那些怪特别狠的情况下 其实AOE角色就没什么太大作用了 但是打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个怪的时候 就比如说这种 就有一些特殊极致的时候呢 这个AOE的怪就会展现出 自己的一个工作能力 现在呢我也是不断去清理四周的一些东西啊 但是下方清理速度比较慢 原因是因为下方的这个几个成员都没有升级 这些成员升级呢花费太大了 所以说我目前还是一个一个养 可能这样的情况不太适合于这个明日方舟 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玩了还可以 现在呢也是稍微注意一下四周 有没有人会突破的这个防线 但是我最近很费劲 明天就因为我上下的数数都是足够的 所以说牵到这些东西呢还是不太费劲的 有些所有角色全部开启技能 反正呢结束了不如稍微惊醒一下 这个玩也是比较简单 就是这么顺利风光了 也没什么太大难度 现在最后一个怪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今天也带大家的游戏呢 还是明日方舟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是QR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是QR的下期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